强取强求 好轻好土 这些物行物业 都是从一个错误观念上产生 这个错误观念 就是佛经上讲的我知 佛在经上常讲 这个执着要不能够打破 永远不能够脱离六大轮回 无论怎样用功 修学什么样的法门 总在六道里面流传 永无处其 凡圣的分水 就在这个地方 破两个执 这就是诗人 没有破过执 就是反复 为什么我执 这么难破 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杂成 六道凡夫 齐心动念 都执着这个身生活 这错误的见解 这错误的见解 解惑 就是错误的见解 你看错了 神不是我 我在哪里 我是神 实在讲 真理 就在眼前 就在当下 可惜我们不觉悟 我们伸出一只手 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眼睛 我的耳朵 这身体 我的身体 扩展到外面 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 我的朋友 我的城市 我的国家 我的世界 在扩展我的虚空 我在哪里 我说了这么多 祝福菩萨 也是这个说法 我们会吗 我地 只要把那个地去掉 我不就陷进了吗 你真正把我找到了 你就成佛做祖了 反复就在 我的地里面 迷失了 一旦觉悟 才晓得 静虚空 变化界 一切众生 就是我 我 佛教 讲三的密葬 三的密葬 里面 有 常乐 魔镜 有真魔 不是没有魔 有啊 魔是什么意思呢 佛经上 自在是华言经上讲的 离死无碍 四死无碍 那是我的意思 诸佛菩萨 有 觉悟的人 有 我们迷惑 颠倒的众生 有没有呢 有 并没有死掉 只是 迷失了 虽有 而不折 不悟 佛家三德 法身 法身是 我之体 般若 是 我之相 泄脱 是 我之右 佛又说三身 法身 是 我之体 抱身 是 我之相 硬化身 是 我之右 我们可以这样说 法身 是我的体 抱身 是我的相 硬化身 是我的右 这说出三法了 我们套 慧能大师 就化了书 二法 不是佛法 佛法 是 不二法 什么叫佛法 佛法 是 觉悟之法 如果你落在 法报印三身里面 你分别有三身 执着有三身 你是 迷而不觉 觉悟的人 晓得 三身是 一身 一二三 三个一 一说有三 四十是一 那个一是 一是母 三是什么 三是母的 母的有三 母的有一个 这个关口 瓶颈 要突破 突破之后 才真正 像金刚经上 所说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那么我们也问 这四相到底有没有 有啊 我相 佛所指的 众生 误会 身是母 人相 人相是指 与自己对立的 一切 有情 众生 众生相 包括 舍法界 一真 庄严 一切 诸法 都是 语言生 的 语言生 法 就叫做 众生 他怎么未相 受这相 是过去 现在 未来 三期 所以四相 把十出 十进 所有一切 法 都包括 在其中 一个都没路 这些 法相 皆是 因缘 算法 唯心 所信 唯师 所变 有没有障碍呢 没有障碍 不但 礼无碍 似无碍 实际上是 礼似无碍 似无碍 那么所有这些障碍从哪里来的 障碍从执着来的 这个四相 明显地站在我们心前 我们跟四相是一体 是一 不是二 如果你执着这个相 你在这个 法相 法性上 其了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叫着相 严重的着相 如果 离开了 执着 执着放下了 还有分别 这个也是着相 着相的程度 比较轻一点 分别也没有了 还有妄想 妄想跟分别 有差别 分别是有意识的 妄想是无意识的 那就是还有很轻的这种 极其轻微的这种 都叫米 所以佛在经上讲 无五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那个五 是 无有妄想 无有四相的妄想 无有四相的分别 无有四相的支柱 你就正得 三得 发生 薄弱 下头 你就正得了 发生 有长落 我进 薄弱 有长落 我进 谢头里面 也有长落 我进 会吗 会聊啊 就破迷开 转翻成声 我们学习 不但学习法 过去 入无家教室 都将求悟途啊 我们常听老人讲的 悟性 我们六根 接触 外面六层进阶 有没有悟处 你能悟得多深 你能悟得多广 我们今天 为什么 蹦 就是 没有做功夫啊 什么是功夫呢 放下分别 职 这是功夫 精度的都 没用啊 佛念的都 也没用啊 咒念的都 还是不管用啊 什么东西管用 看破风 一下 管用 看破 真学问 真智慧 放下是真功夫啊 同一个 放下 我的 执着 看破是真正认知 这个身体 是什么呢 是 我的 工具 什么工具 为我服务的工具 我这个话讲的 大家不太好懂 我再加一个字 进去 你就好懂了 为我的 服务工具 是不是好东西 为我的家庭 为我的国家 为我的世界 为我的一切众生 为他们服务 这工具啊 说我的 这个里头就有能有所 第二意 不是第一 那我的那个笛子去掉啊 就是第一了 换一句话说 这个工具啊 是为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服务的啊 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就是服务 谁懂得 诸佛儒来动证 诸佛儒来振折了 佛教导我们 没有变地 也是要教我们振折 如何振折 放下去振折 所以诸佛要想得 发神 薄弱显途 发神 报神 硬化神 是自信 本具的 能 华爷 出信品 都说得好啊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如来 发神 智慧 是薄弱 得相 是邂途 要以三神来说呢 如来 发神 薄弱 报神 邂途 硬化神 一切众生 皆有啊 但 以妄想 执着而 不能证得 虽然不能证得 你不可以说 他不识出来 你不可以说 他没有三德弥藏 他没有三神 不可以说 他一切都具足 只是现在 迷而不觉罢了 一旦 他跟祝福如来 是一 不是二啊 决定没有差别 这就是 宇宙人生的真相 看破了 你就破迷 开悟了 就转返 陈神 佛经上讲的 烦恼即菩提 生死即泥盘 你一听了会 灰心的大笑话 那么今天 我们这一关 就是没有办法 突破 可是主要想的 这一关不能突破 不但不能自读 也没办法做读人 要想自度度人 自度 自己救 度人 帮助别人救 你也把这一点抓到啊 无量智慧 无量的能 因你而生 你得大自在了 那么我们现在问 我也很想 物如 如是 境界 这个境界是 宙佛的境界 如来 古地上的境界 从哪里下手 从放弃自私自义 放弃明文利 放弃贪嗔痴慢 一行一役 为一切众生福 只要看到众生有需要的 尽心尽力去帮助 用什么态度帮助呢 众生是主人 我自己是破人 用这个态度去做 要以 孝顺心 恭敬心 为社会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个人 就是佛菩萨在来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讲这一段话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一段话 古大德 他不肯讲 不是他不会讲 为什么不肯讲 大慈大悲 讲出来之后 把你们的误门堵塞了 所以他不讲 他用种种暗示的方法 叫你豁然大悲 我今天是 被逼得不得已 没有法子不讲 为什么呢 可能又误不了 没有法子侮辱 希望大家把这些这些话 我们有录像 多看看 多听听 多想想 关键就在放下 放下就突破了 放下之后 要以 真诚的慈悲 我们尝试 十二万分的热忱 为社会大众服务 放下绝不是消极 放下之后 比什么都积极 那是真放下的 如果放下消极了 那是假的 那他没有懂得 这个里面真正的意思 决定没有侮辱 这是误会 不是侮辱 侮辱的人 决定积极 误会的人 消极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陀佛